第二次个股推介是海尔自家6690 经济日报投资业话早选选原因是 内地地产使徒回暖 尤其二手市场销情长黄大动装修潮 家电需求有望率先反弹 一手市场方面 中国房屋进攻面积改善 2022年12月按年跌6.6% 比起头11个月跌幅19%明显收窄 大型家电需求和新屋进攻关系密切而受惠 股份留意海尔自家 中仪康数据显示 2022年可以自家统合市场份额上升2.1% 达到27.2% 占乱行业首位 从电子商贸管看 集团的消息按年增长1.6% 显着跑赢行业平均3.3%跌幅 可以自家营运表现稳健 面对疫情挑战 2022年盈利可望维持稳定增长 按磅磅综合怨商预测 盈利预料升1.7% 到152亿人民币 未来两年都保持1.5%的增速 股价星期三保28.5毫 2023年预测市盈率13倍 股值同行业一样处于5年来的低水平 策略上可以等候27.8级 上网33.3元阻力 跌穿25.5就减测 健康 感谢观看 我可以用鋼子 一切就好了 我可以用鋼子 鋼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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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鋼子